时隔796天 詹姆斯再次回到了克里芬兰苏代中心 回头算起来 这应该是他职业生涯第四次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回家 2010年的东部半决赛 岂是2比4不敌凯尔特人 而即将成为自由球员的詹姆斯 也在输掉比赛后脱掉了70队的球衣 随后他选择用直播的方式 公布职业生涯的下一站 LeBron What's your decision? 这几年很难 这几年我将去南岸 和职业生涯 詹姆斯的决定伤害了所有克里芬兰当地的球迷 绝望而又愤怒的他们甚至开始焚烧詹姆斯的球衣 I'm a big LeBron fan And this is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ve ever happened to me LeBron is Chuck I dare you 就这样在漫天的虚声中 詹姆斯结束了第一次回家的旅途 后来他的队友大贼回忆称 他这辈子都没经历过如此疯狂的比赛 2013-14赛季结束后 再次成为自由球员的詹姆斯做出了生涯的又一个决定 他要重返克里芙兰 对线当年要给这座城市带来一个冠军的承诺 而这一次 迎接他的也不再是虚声 而是几乎要先翻球馆的欢呼 在这圈全世界可以说是最可爱的球迷的搓拥下 詹姆斯回家的第一个赛季就帅队重返总球赛 2016年 詹姆斯在骑士1比3大比分落后的绝境下 帅队实现惊天大逆转 把常规赛拿到73胜创造NBA历史记录的勇士队 彻底盯在了耻辱柱上 在经历了那个堪称疯狂的2018年之后 强行把骑士拖进总决赛的詹姆斯 又一次面临着生涯的抉择 而这一回 他选择成为一名虎人 去真正的享受安球 克里夫兰的球迷对此只有一种行业 那就是尊重 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2021年1月26日 已经36岁的詹姆斯全场狂砍46加8加6 用全力以赴的方式向自己的家乡球队致敬 我们不知道詹姆斯未来还能不能拿到MVP 或者是总冠军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 当詹姆斯选择离开的那一天 一定是以骑士球员的身份光荣退役 更多精彩篮球视频 关注曼巴篮球